你绝对想不到丧心病狂的NASA工程师居然恶搞小孩 事情是这样的 万圣节有个习俗 小孩们会穿着奇装一服 挨家挨户的讨糖果吃 但有种情况是邻居家没人 通常会放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只拿一块糖果 但总有一些叛逆儿童 把邻居留下的糖果全部拿走 甚至还有大人的参与 就不禁让好心的邻居损失惨重 还让其他小孩没糖果吃 所以工程师开启了头脑风暴 准备反击这些叛逆小孩 对小孩来说装置不能太危险 比如这个旋转碗 配合汽车喇叭 接着会有一个自动喷射彩条的装置 如果有弹车的小孩会被吓一大跳 让小孩陷入对人生的沉思 还有一种是陷阱桌子 外表看起来很普通 但碗下面有个重量传感器 如果在短时间移出太大的重量 计算器就会释放信号 触发桌子上的机关 桌子会直接塌下来 这会让小孩们感到内疚 还有这种稍稍变态的 糖果棚里会伸出一只人手 桌子下面做了一块反光镜 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 人躲在桌子下面 随时随地准备吓人 还有一种很有创意 如果小孩拿走所有糖果 身后会突然出现警察 因为早就在周围隐藏了闪光灯 还有一个大号扬声器 扬声器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录音 大多数小孩会在这里慌张 因为在美国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紧接着 语音会要求小孩跳一段科目三 甚至还有高科技恶搞 在门口隐藏一个摄像机 相机拍照之后会根据算法 自动裁剪脸部 并在另一家邻居的打印机上 用通缉令的模板打出一张照片 这个过程在10秒内就能完成 当贪吃的小孩来到下一家时 就会看到自己的通缉令 然后小孩就会失去拿糖果的资格 转而变成了一堆牙刷 还用上了超声波扬声器 在女巫的身边装一个超声波扬声器 小孩来偷糖果的时候会发出一些低语 超声波扬声器发出的波长不同 这会让人感觉到声音就是在耳边发出的 别说是小孩 大人也会吓一跳 还有一种更好玩的 将两个糖果碗连接到一根轴上 通过链条转动 连接到一个4马力的无刷电机上 这两个碗会以每小时85英里的速度交换位置 只要偷糖的小孩一靠近 碗就会调换位置 只需要80毫秒 换过来的碗里装的全是牙刷 工程师前前后后准备了很多种恶搞工具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准备好一切后 把这些不同的装置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城市 并在自己家里建立一个观测中心 这样能实时看到小孩被整的画面 下面挑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片段 恶搞装置很有用 小孩基本都会被吓一跳 当然只有一部分人会乖乖的放回去 有些小孩还会口吐芬芳 这里最具有杀伤效果的就是超声波音响 小孩听到后被吓坏了 直接跑木 桌子倒塌这个装置 也让偷糖的小孩感到羞愧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警察抓捕 这当中我认为最搞笑的是这个皮卡丘 直接把小孩整懵了 父亲还在一旁傻笑 父亲还在一旁傻笑 其实工程师的真正目的 是想通过恶搞的方式 让孩子们乐于分享 让他们热爱科学和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提醒孩子们 一定要注意牙齿的健康 感谢观看